大家好 海柱哥今天终于可以不用担心剧透这件事情了 但是还是有点奇怪的 毕竟当时在现场看到那个样子和视频里面可能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我也会小伙伴分享一下 这个视频里面是不是有还原现场的感觉 这一集的battle我不单个做了一个reaction video 但是一定要指出其中有一个round步步跳了House 海柱哥在现场是嗓门叫的最响的那一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背景音乐里面听到海柱哥在这边很新闻的喊 House上了这街三的舞台 很荣幸 虽然不是海柱哥 这个舞美当时现场真的是 太漂亮了 马上想到的就是阿凯达 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 色彩的元素真太漂亮了 哦 你看这背景 简直 啊 啊 啊 太漂亮了 首先我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用的是什么观看的途径 观看的方式 海鲁哥用的是MacBook Pro 然后它的色彩的话 我觉得已经在MacBook里面算是 MacBook里面应该算是顶配了 但是这个感官就真的还是没有到弯 希望家里有那种家庭影院 什么4K或者是那种Dolby这一类的 音箱影视设备拒全的情况下去看 就像你看阿凡达电影 在电影院看和在家的一个电脑屏幕上看 完全不是一样的感受 现场看真的是太太太震撼了 节目组花多少钱 反正这个特效就是大篇 就是花了重金的那种制作 反正我进去了以后 它那灯一打出来 整个人就已经沉浸在里面了 然后它因为这个元素 用了很多就是很原生态的一种绿色 蓝色包括有一些未来的那种科幻的一种颜色 就是色彩上面搭配的就非常的完美 然后在舞蹈方面 虽然杨凯老师好像有一丢丢的失误 它那个freeze它没有hold住 但是步步的动作和理想老师的这些动作的一个安排 都是展现的非常好 步步的那个转圈就是像一个土著民族的一个 一个一个那种feel 然后理想老师肯定 这是古典舞的一个专业素养 在这边体现的也是非常的完美 还有呢这个海足哥没有蹭到镜头 剪辑老师 没关系 名字还是打在了大屏幕上面 希望有人可以看到这个名字 最后搜索 然后来关注到up主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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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